這批快篩當初是在疫情期間 由台商協會還有相關的單位捐贈 那時候幫助我們金門數萬的居民 在那時候很需要快篩的時候 每個人大部分的居民都有取得 當然沒有問題這個快篩還是經過英國認可的 那垃圾廠有很多過期 會發現是陳韻正委員的辦公室丟出來的嗎 個別委員的垃圾 個別委員的廢棄物 最好還是自己好好的去妥善處理 否則大量的委員遺留下來的廢棄物 那要用公帑用立法院的人力資源來協助處置 那甚至被發現就是大量存放中國過期 而且是沒有經過EUA授權的快篩 我們也很好奇 那陳韻正委員有這麼多的快篩存量 違規不合規格的快篩到底給誰使用 我們也覺得 驚驚 王玉銘委員真的是讓大家失望了 他是兒福聯盟的前任執行長 也一直擔任兒福聯盟的董事至今 這個事件發生了三四個月 兒福聯盟的眾多處置失靈 貴為董事的王玉銘委員 沒有發聲 沒有任何清楚的回應 而就以回到他立法委員的身份 也是辭職整個事件 社會炸國之後 王玉銘才被迫出來 來虛應故事 那他現在說 他要在下週安排未還委員會的專案報告 當然 趙偉有這樣的權限 這也是社會關注的議題 我們絕對一起中央地方攜手 把制度失靈的部分補強 民進黨不會推卸責任 但是 王玉銘自己 同時身兼未還委員會的趙偉 他又是兒福聯盟的董事 當然基於利益迴避 那他應當好好思考 在這一場大家關切的專案會議上 他要採取什麼樣子迴避的立場 否則 國會議員的王玉銘 他怎麼能夠公正超然的 針對兒福聯盟的弊端疏失 來提出正向的質詢呢 所以 這方面的迴避原則 請王玉銘召委自己好好思考 那另外 我們也看到 他提到了 都是因為民進黨當年擋下了兒虐 致死 要犯死刑這樣的刑責 我想 作為一個國會議員 不要如此的簡化問題 兒虐事件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是從源頭到最末端 都要把整個制度的弊病補強 如果凡是簡化為死刑死刑 就可以解決問題的話 那王玉銘 你的兒福專業在哪裡 那想回到這個民主基金會 因為傳說韓國瑜是想要找這個 政大教授盧業中當執行長 那會不會覺得說 因為盧業中他之前比較沒有政治相關背景 感覺在這個實施上面會有點難度 民主基金會一貫利 未來執行長的人選 應當是總統有相當大的任命的權利 這是一貫利 那我們尊重現在改組中的民主基金會 不管是董事的派任 乃至於執行長的任命 我們希望都能夠來維持貫利 推選出各方可以接受的人選 那最重要的是民主基金會的原始宗旨 是強化跟世界民主國家的國際合作跟交流 我們希望未來的新任的民主基金會 要在正確的台灣路線上前進 這是我們最關切的 我們想想想看韓國瑜新各個官員大家健身 還在做入境地來整育 然後說希望大家可以小心用的 甚至還要求大家移入出面的報告 他是對立法院的很注意 新人新氣象 韓國瑜院長要大力來精進立法院各處市的人力管理 那我們都樂見其成 讓立法院的組織能夠發揮正向的功能 來協助國會的專業問證 這本來就是院長的重要職務 所以院長要好好的來檢視提升各處市的功能 那我們當然樂見其成 我們也期待立法院在各方面 大家都能夠往一個高品質的國會的方向來前進 我有想說那個夏立妍 是他把公開說他自己沒有東西賣開 就是這個黨派有什麼檢查 夏立妍副主席總在最敏感的時候到中國 夏立妍總在最大家認為很充滿疑惑的時候 他總是勇敢的前進中國 而且夏立妍總是在行前的說法跟他實際附中後的做法是完全不一致 我記得在他上一次赴中國前他說他要去見台商 他不會跟中國的官員見面 但事實是他跟國台辦的宋濤主任見面 也在跟宋濤見面的同時錯誤的傳達台灣民意的訊息 甚至在中國來滅自己政府的威風 這一次夏立妍再一次附中 他也說不會跟中國的官員見面 夏立妍又來了 夏立妍狼來了 他說的話誰能相信 但是民進黨還是不厭其煩 民進黨還是不厭其煩的要提醒夏立妍 正確傳達台灣主流民意的訊息 不要去在中國侵犯自己國家的主權 不要在中國做出違反台灣法律的發言 我們再一次提醒 那夏立妍又來了 夏立妍狼來了 他說話的公信力我想已經大打折扣了 那我小林先想問 其實他的公關名調配套時間改為三天 他什麼東西 公關名調配套時間改為三天 公關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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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長指的第一組委跟兩組委 其他地方是由國委 NCC是獨立機關 我小林自己過去曾認NCC的委員 他應當很清楚 獨立機關就是不受政黨影響 獨立機關就不能有政治力的過當干預 但是2024的翁小林 打臉了過去自己 作為NCC委員的翁小林 他現在竟然過當的要求 那要限縮行政權 這應該講他要限縮NCC自己的獨立自主運作的能力 他要擴大國會對於NCC的主導性 包括國民黨提出NCC的委員要採政黨比例制 這完全違反憲法第613條式字的條文跟精神 所以NCC作為獨立機關 不容政治力來干預 也不應當有政黨比例來產生他的委員 這些都有憲法清楚的明示 那憲法要好好讀一讀 再把這句話送給溫委員 立委再大也不能超越憲法 委員怎麼看說立法院的垃圾廠有很多過期 壞心 然後發現事情 一個委員 怎麼辦公室都出來的 個別委員的垃圾 個別委員的廢棄物 最好還是自己好好的去妥善處理 否則大量的委員遺留下來的廢棄物 那要用公帑 用立法院的人力資源來協助處置 那甚至被發現 就是大量存放中國過期 而且是沒有經過EUA授權的快篩 我們也很好奇 那陳宇貞委員 有這麼多的快篩存量 就是不經EUA授權 也就是違規不合規格的快篩 到底給誰使用 我們也覺得 驚驚 我看今天又發生 驚嚇又漁船翻譜 今天 你說的是早 什麼時候的事情 早 OK 任何驚嚇海域發生的 任何漁船的安全 或是漁船的意外事件 我們的海巡單位 都會承擔第一線的責任 在協防上 或是在各項必要的援助上 我們支持第一線的海巡弟兄 依國家的職權 來做合理的執法 我們也呼籲 也期待在海上所航行的 不管是進行漁業作業的 或是有其他任務的這些漁船們 這些船舶們 都能夠依循規則 也能夠平安 都能夠非常不受各種干擾 因為在海上的衛生 海外的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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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地方 我們都會遇到 海外 海外 海外